我一直都以为我还有时间 我很专注快点长大成人 过一个跟你不同的生活 让我可以快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专注过自己的生活 可以令我似回一个大人 但是我最不成熟的就是忽略了你 遗忘了花时间去陪你 我曾经有想过 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想回头 那些都已经是浪费了的时间了 我以为我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但是我偏偏就忘了要考虑你 我记得小时候 不管是什么日子 你都经常煮这碟菜 当我考得好的时候 或者弹琴拿了奖 那餐晚饭就一定是这碟菜 你由预备材料 去到落锅煮 你都很细心 我现在在尝试 再煮你这碟菜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同 如果我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 被预期的是早了的话 我先前就会更加留意你的一跤一跤 明天回学怎么样 OK啦 拍了半屋 那会愿意呀 OK的 开了做好点啦 那就好了 你呢 你做餐吃过什么呀 不得了 我这个不合理的为什么呢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你会省钱去买时装杂志 你最喜欢就是看那期周刊杂志的封面设计 和一些人的衣着 打扮 你还会来不来就望一下家附近的楼盘 不是说要买楼 只不过 你很好奇想知道附近的楼盘是怎样 你尝试跟我解释过 希望我会有兴趣 但是始终我都不觉得看楼有什么特别 你不是那种典型的妈妈 特意让我学琴 因为其他人都学 反而是我自己说要学琴的 在我觉得我弹不到的时候 你会尽力让我重拾信心 在我想放弃的时候 你会叫我不要气馁 我记得我练琴练到门的时候 我就会去弹自己喜欢的歌 你鼓励过我尝试去自弹自唱 但是我怎么练都练不到 可能因为我花得不够功夫了 我知道你一定很渴望 可以见到我唱歌和弹琴的 很对不起 我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再来个呢 有很多东西我都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是很不同的人 也都追求很不同的东西 我们根本就是困在一个虚假的期望里面 一直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大家的共同之处 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期望 可能我们的共同点 就是大家都相信了这个不存在的期望 我希望我早点留意到你小小的一句一句 我知道你会很希望我有次理的地方 我希望我有多点时间 让我可以将这一切都告诉你 我希望你能够订阅 哦 呃 只有一個 好 好 謝謝 好 拜拜 好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